这几年我们见到了很多祥瑞 因为这个政府 它没有能力 实际的提高 提高国力 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 话语 更没有可能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甚至新华社发过一个通稿 全民物质富裕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的各个宣教口 不断地制造出了一些享受 最近我们看到的是 像农民 知识青年 这个研究生啊 或者科学家 甚至 编造的故事都已经涉及到了中科院的院士 那么你到了农村 通过种田 这种特色经济植物 每年能挣到几十万 几百万 甚至有的 所以是挣的钱 能过亿 这些画笔 不断地冲击人们的眼球 同时它还有一些 在科技上的 所谓的发明 试图用它来提振 民众的信心 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有这个 可燃兵 这是当时提的比较多的 可燃兵这个东西呢 据说开采的时候 采用了降压法 那么 减压法 加热法 通过改变物理条件 使天然气 从水和物中吸出 是不是比较环保 是不是比较 技术上比较成熟 现在谁都不知道 可燃兵这个东西 它出现了以后 几乎是昙荒一些 现在不怎么有人去谈它 那么跟着出现的呢 是所谓的渗透膜 就是用反渗透法 从海水中吸出淡 那么我们知道 北方虽然没有面对 日本海的出海口 但是北方 它是有海岸线 如果说反渗透法 能够起效 能够大规模的 低成本的 被引入工业化 北方缺职的情况 将一去不复返 事实证明 所有我们看到的 中国发明的这些宣传 最后都没有工业化 而且从国际发展的趋势来看 它被应用到工业层面上 是一个很遥远的将来的故事 那么除了这两个还有什么别的呢 前两年就出现过一个电磁弹射 我们知道中国买的这个果兰格号 以及中国仿造的航母 目前都是华耀式 华耀式的呢 它比蒸汽弹射 不仅在装备上 燃油的鞋带上 要减少一部分 而且它直接造成了 飞机的航程缩短 桌带半径的减少 那么现在呢 我们甚至跳过了蒸汽弹射 想一步到位的进入电磁弹射 有专家专门分析过 说这个电磁弹射 它需要用电 瞬间需要大量的用电 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专家 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 瞬间用电 它的电能使用率 转换率 它是比蒸汽弹射要高的 所以呢 电能的问题并不大 那么跟着就是电磁弹射技术 成熟程度 作为一个科研方向 把它研制出来 和投入使用 它中间有一个过渡环节 叫实验环节 其实中国目前就处在这么一个环节之上 它并不是说没有检制出来 它也不能被真正去使用 电磁弹射这个问题呢 最好不用谈 不是说涉及机密的问题 而是它很搞笑 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 它能被投入到实在 还是未来的二十年之后 才能被投入到实在 几乎可以不用谈它 因为谈它没有什么意义 最后还有一个 所谓的量子通信 曾经出现过一个传闻 就是2030年 中国要建立一个遍布全球的 这么一个量子通信网络 就是通过发射量子卫星 进行加密信息的传承 这个东西呢 全国不仅立项 而且各个省市 已经建立地面的接收站 最终它出现了一些问题 问题在哪呢 量子通信它本身并没有改变 通信的传统模式 它只是利用了量子通信 所产生的这种加密 加密的方式 来保障了通信中有一部分 采用 量子技术的加密信 它的不可破易信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对目前 常用的通信手段 一个保障 它根本就不可能 成为大规模使用 这么一种通信手段 说白了一句话 它只能保障 极少数人 权贵机关 政府机关 政府部门 有效的这么一些必须 它并不能汇集大众 它不是一个质的改变 它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上 给现有的通信 尤其是付费 需要保密 甚至见不得人的一些通信 提供了一个加密的保障 那么现在看看 最近几年出现的 还有什么祥瑞呢 其实很多 在另一个层面 在当局非常希望 看到的一些地方 出现了一些笑话 比如说现在 全国到处都在挂牌子 习近平思想的研究院 你敢说他不是祥瑞吗 这是民众自发的 这是各大社会团体 各大院校 甚至国际知名的院校 自发的形成了这么一股风潮 这个自发的根源是什么 是国家拨款 他们把它作为一个科研项目来上报 这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 他们要进行全社会的 这个测验 他们不仅拉低了全民的素质 而且 试图让全民都能接受 他们的这种游戏 我们知道建这些学院的这些 各个专业的领导人 院校的领导人 这些所谓的博士生硕士点的这些导师们 他们都能获得 今后在仕途上的加分 学生们也更容易被分配到各大企业 占据到一些重要的岗位上 但是归根到底 这些人是来分钱 这些人不仅不能创造社会价值 他们还在不断在全民创造的税收中 获得更多的分润 这就是关键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祥瑞 有一些在经济层面上 它极有可能被实现 一旦实现了以后 突破了以后 它会给社会 带来财富 但是这些祥瑞们 一般都是昙花一现 几乎不可能完成 为什么说他是祥瑞 因为政府需要 习近平更需要 他要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他的管理之下 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祥瑞 这说明他管理得好 圣人出 黄和清 他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很遗憾 在他有生之年 估计他都看不到这些东西 他能看到 只不过是 他写的几本小册子 他说的一些废话 套话 在全球范围内发现 因为现在呢 随着国际交流的 宽泛 不断地涌现出了一些翻译界的人才 你不管他翻译的水平高低 好歹 他是能把全球 二百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通行的语言 基本上 都能培养出 有效的翻译人才 那么把习近平写的这些小册子 印成各式各样的文字 撒上全球 当然 在他下岗之后 可能会 集中到社会站 是吧 重新打成纸张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现在只要知道一点 中共目前的体制 已经又回到了 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这么一个极端的体制 所有的能够加强 对人民思想的进铺 对人民言论钳制的 这么一些有效方法的研制 都会被上级拨款 如果有了更好的方案 它会被迅速地推向全球 所以我们看到 很喜乐的一点 就是真正的小锐 是研究习近平的一些书 研究习近平的一些课题小组 他们不断地用创新式的语言 来恭维 他们心中的神 胖猪虎 红彤彤 憨太十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